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历史名姓临纳,是旅游圣地 不过这个非洲大国风光的背后还面对一大难题 就是数以百万的难民不断涌入 以邻国苏丹渐罪多 有难民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 希望用知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也有难民说,以为可以在埃及重生 原来只是噩梦的开始 钟畜熙在埃及了解过他们的故事 这里是埃及开来一间难民学校 11岁的齐克拉来自北非国的苏丹 他说很享受能够上堂的日子 因为经历战乱才发现 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 一年过去,齐克拉说现在生活算是安稳 不过最惯着的还是苏丹的家 我希望做一个医生 用知识救我家乡的人,救我的国家 难民学校的老师都说 他们教学之余更重要的 是安抚同学生的心灵重生 教英文的亚布纳,同样是苏丹难民 他说很明白学生的心情 要带学生走出战争阴霾和伤痛 老师说轻松活泼的教学方法很有用 患然是令他们笑出来 难民学校的校长就说 办学很困难 有教材,文具去到家司桌等 全部都是靠捐赠得来 下方坚持不收学费 是希望这帮小朋友都有学习的机会 肯定是很小的地方 但这里是很大的梦想 教育是重要的 当你教育时 你会更改变你的生活 教育会更改变你的生活 为了更改变 但是苏丹战争持续 过来这里读书的难民 会在一年越来越多 全校270多个师生 迫弃这栋旧旧民居改建而成的学校上堂 可以容纳的学生 几乎已经到了极限 校长说不少难民学生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不时会失踪走堂 34岁苏丹人Jacob 有一头被战乱 十几年前开始成为难民人球 辰转来到埃及 成功逃离苏丹的战火来到埃及 但是Jacob说这段时间并不好受 他和亲戚一共12个人住在大概300尺的屋 租金已经占了一半开支 身为一家之主 每日打两份工 日头做老师 夜晚做清洁 物价高昂 生活逼日 但是更大问题是缺乏安全感 在埃及一年之内 先后经历了儿子被车撞到骨折 太太被打劫 再被打伤 当初为了和平而来到埃及 Jacob说现在感受到的 即是来到另一个人间疗欲 埃及联合国难民署说按照他们的数据 当地现在有近50万个已经登记的难民 或者寻求庇护者 屡自62个国家或者地区 最多的是苏丹 其次就是敘利亚 但是去年苏丹爆发内战之后 据埃及政府统计 一年之内已经有50多万苏丹人来到埃及 成为黑市居民 屋西移民组织调查更加滑 埃及现在有900万难民或者移民 占总人口大概百分之八 四成多就是四百多万人来自苏丹 在埃及的难民并不是住在难民营 或者是一些临时搭建出来的房屋 而是住在一些普通的民居 埃及政府希望能够帮助到难民 尽早融入社区 不过现实是要融入陌生的国度 并不容易 难民署提供法律和医疗服务 甚至是现金援助 处方说要帮助的难民太多 但资源太少 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 联合国难民署去年 要一亿五千万美金的经费 最终只是筹集到三成七 即大概五千多万美金 处方最担心 外界已经对战争和难民习以为常 苏丹的内乱还未平息 埃及又要面对另一个危机 袈裟战士持续近半年 以军地面部队准备攻入 和埃及接让的南部城市拉法 现在有大概150万袈裟人 在当地避难 一旦开火 他们随时越过边境 涌向埃及 但这个国家 能不能够再承受大批难民 是很大疑问 厨房担心拉法一旦失控 将会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 面对不安平逆境 Jacob每逢周末 会和家人一起唱圣诗 书解内心的不绝之外 他都祈求内战早日平息 不用做难民 回到苏丹的家 不过这个心愿 何时才能够实现 事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泉河 烧过200只巨型发光弹 即是起在金钟添马公园正式展出 只限预约市民进去 每节可以看半个钟 200只发光弹组成的光年 软体吸引 近看震撼 自身在大概3至5位高的巨弹里面 全部都变成小矮人 巨弹变色之余 被人轻轻摸一下 都会产生不同的音效 在闹市里面 呈现一场摸得到 听得到的艺术展 这个展览由国际艺术团队TeamLab打造 获政府资助5000万 即日开始 去到6月2号免费展出 虽然是免费 不过入草地范围要先预约 压晚6点半开放之前 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等 彭义为马入场 每节半个钟 巨弹未发光可以怎样拍呢 可以参考一下它 展览每晚去到11点结束 母线电视机者陈嘉欣报道 海关在机场 蒸破旅客体内床冻干 检获大约1.5公斤 怀疑液态可卡因 估计约值150万 1952岁女游行 昨日由巴西 京埃塞俄比亚非底本港 证冠期间 海关人员怀疑 她体内床有毒品 将她带到医院检查 确认体内床有疑问 随即将她拘捕 各个女人随后排出最少44个 合共重大约1.5公斤的 怀疑液态可卡因 初步调查显示 鲜安女人收取2万港元的报酬 偷运毒品来香港 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任务罪 星期夜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海关说复活节假期就来到 预计本地毒品需求增加 会加强执法 45岁或以上 无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等病毒的市民 即日起可以去到部分参与了 万性病共同治理先度计划的诊所 直接登记参加 根据原本安排 合资格市民要先到各区的地区康研中心登记 即日起有多一个选择 就是去到部分参与计划的诊所 直接登记 并配对诊所内的家庭医生做西茶 市民可以去到计划的专题网站 看医生名单 当局说 截至上星期四 有超过27,000个市民登记参加 过半完成西茶 当中大约3,6% 即超过5,100人 被诊断为血糖偏高 或者患有糖尿病 又或者是高血压等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明天开始在海南博鳌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将会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持演讲 大会公布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努路总统亚迪昂 斯里兰卡总地 古南雅德纳 多米尼克总地 斯海利德 柬埔寨国王顾问团主席洪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邓洪森等应邀出席 论坛年会为期四日 主题是亚洲与世界 共同的挑战 共同的责任 大会设置企业家对话会 分论坛等多场活动 为各方展开深入交流 提供高层次平台 政务市市长陈国基 明天启晨去海南 出席论坛 星期四回香港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沛在北京 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说 内地的城市化发展 为港铁带来发展机遇 大会设置企业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逆华人涉贪干 再增加8项控罪 累计增至35项 早前已经退出执政人民行动党的逆华人 星期一去到法庭 最佳的控罪涉及作为公务员收手贵重物品 包括酒和高尔夫球会证 根据估计总值折合大约11万港元 如果罪成可以判监两年和罚款 却是一月被控27项贪污 收受利益及妨碍司法公正控罪 涉款折合超过200万港元 如果罪成可以判监七年和罚款 抑或印否应全部控罪 未来复活节到清明假期前后 预计会有过千万人设出入境 对企业大内的潜在成本是微不足道的 政府修订雇佣条例连续性合约的定义 今个星期五将会是出境高峰 而北达通公司明天开始发售全国通卡 可以在三百多个内地城市乘坐公共交通 分析相信会进一步鼓励港人北上 未来复活节及清明节假期 打工仔请三日假最多可以连放十日 不少人选了出去旅行 入境处预计3月28日到4月7日 会有大约1100万人次出入境 今个星期五是陆路出境高峰 预期多达60万1000人次 而入境高峰是下个星期一 有58万9000人次 去年复活节是复偿初期 入境处的数据显示 当时的陆路出境高峰 即是4月7日 陆德的人次大约是38万6000 入境高峰是在10日出现 有47万8000人次 即是今年预计分别增长五成多和两成多 入境处预计罗湖、洛马州 和港珠澳大桥管制站将会非常繁忙 已经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 加开柜台和通道 并且与内地部门紧密联系 有需要的时候会分流 呼吁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过关 城巴和九巴也会加强连接机场、口岸 和各个景点的服务 发达通公司也都宣布推出全国通卡 星期二开始在指定便利店 和七个港铁站发售 可以在336个内地城市用来搭车 用港元增值之后 在内地搭车就自动兑换成人民币 某程度上它进入了一个正面的重环 随着人流越来越大 就变成更多的公司 提供港人不想这个消费困体 提供更多的便利 或者做更多的宣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会鼓励到更多 可能本身它现在未有这个习惯不想的 或者是它去得少的 因为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利 就去得更多 为了照顾流港消费的市民 港铁表示 今个星期五去到下个星期一 四日的假期期间 将会加强列车服务 合共增加大约300班车 无线电视记者梁炎强报道 政府计划将雇佣条例入面 连续性合约规定 改为四个星期工时达到68个钟 预计春年上半年 将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 有议员认为太慢 饮食界议员就关注会令到成本增加 劳僱会达成共识 将雇佣条例中连续性合约规定 改为四个星期合计工时满68小时 简称468 就可以享有有新年假等福利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在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上说 计划七年上半年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大部分议员认为太慢 我根本都不认为这些修订是复杂的 你在雇佣条例里面 根本它就在定义那里 收取之后 其他雇佣条例的条文 根本它就用了连续性合约 这个用语 只要你在前面那里改了 实际上就不需要改动太多的 既然这一个是希望保障的 那为什么会去到明年呢 那你们究竟在这段时间 其实那个计划 那个时间表会如何做呢 由418转4600 听下去好像很简单 所以未必个个雇主都受到影响 但他要知道 他要改为这个系统 这个第一就是会影响很多的企业 和很多的雇员 收改由哪个地方 因而要做一些改动 也都未必想象中 这么简单 几个数字的改变 饮食界关注 政府又要收垃圾征费 和推行走售等措施 令业界成本增加 最喜欢打我们那些 中小微微微企的老板的胸口 打他们的荷包 就去做派福利 做善事 建议转成4600 也都充分考虑了对雇主的影响 对企业大内潜在的成本 是微不足道的 孙玉涵估计 收垒会有11400个雇员受惠 企业每年潜在额外支出 大约1亿5千万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本港有医疗集团 和广州当地部门合作 成立广州第一间社区 慢病健康管理中心 希望将香港治理慢病模式 带到内地 目前正是作试验 由驻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走入诊所 这里的护士诊室 医生诊室 是本港医疗集团 和广州海珠区卫生健康局 去年底成立的 社区慢病健康管理中心 每个病人来看病 会先由护士跟进情况 最后先见医生开药 作为试验 正是免费服务300名50岁以上 或85岁以下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病人 何思珊说参与计计划后 健康状况改善了 指数经过他们下药和布置 相对就好 先后都很负责任 都会跟踪着 我也很满意 每次来到我都很高兴地回来 门诊的时间也有限 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用药 就是单纯地够不够药食 还有吃药 按时吃药 这个项目开始之后 我们加入了姑娘 和我们一起共同管理病人 姑娘也会比较细致 除了关注她生活里面的一些 包括运动、饮食这些 也会关注她吃药 她的医从性是怎样的 她能否按时吃药 还有她吃药之后会出现一些反应 重心医护由越港两地组成 目前已经培训了超过100名医护 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慢病管理方案 集团说选择海珠区做试点 原因是区内老年人超过21万 属于广州最多 希望将香港治理慢病模式 人进内地 内地的病人的趋势和他们的习惯 通常都是倾向去三甲医院 看专科的 我们都希望现在借着这个模式 令到这里的居民有多些信心 这些病如果不是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可以在社区处理 很受这个居民欢迎的 它是从这个个性的体检到项目的解读 到这个健康情况的干预 包括之后的这个社区分享 那么这些方面的话 对居民的这个健康的提升的话 都是很有帮助的 项目为期一年 之后会再评估成效 参考医生和病人的意见 再考虑扩展到广州其他区域 无线电视与广州记者 邓杰盈报道 内地政府继报去年年底推出新指引 限制政府电脑 使用美国英特尔和AMD生产的晶片 和微软系统 国营企业也都计划 在2027年之前 实现资讯科技系统国产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内地政府去年年底出台新指引 政府机构采购电脑和伺服器时 淘汰美国晶片製造商 英特尔和AMD生产的晶片 同时亦寻求减少采购微软的 Windows系统 以及外国际数据库软件 改为使用中国制造 内地当局去年年底 已经公布安全可靠的 处理器系统和数据库清单 获列入清单的全部都是中国企业 当中18款处理器当中 就包括华为和飞腾的晶片 报道说当局已经要求 乡镇层级以上的党政机关 采购相关设备时 必须选择清单上的产品 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说 国营企业也获国资委告知 目标在2027年前 过度致采用国产科技供应商 国企去年开始 虽按贵度回报更换资讯科技系统进度 但现时仍然准许保留部分外国科技 中方此举被视为回击美国政府 将多间中国晶片製造商列入贸易黑名单 又对华实施先进晶片生产设备出口管制 不过商务部长黄文涛星期日 在北京会见AMD董事会主席苏之锋的时候 强调半导体产业发展需要全球合作 希望美方和中方共同努力 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安全边界和稳定的预期 苏之锋就说 中国是AMD全球战略重点之一 公司将会继续加大对华投入 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 中国去年占AMD230亿美元销售总额的1成5 无线电视机仔在梁永山报导 有时一站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欢迎什么时间 不过越大或以上 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婴幼儿 星期三开始可以接种XBB疫苗 卫生署说由去年年底推出20万剂XBB疫苗 已经接种了12万多剂 近日再采购多大约14000剂XBB疫苗的幼儿 和儿童配方已经运底本港 网上预约系统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更新 当局强调 新冠病毒现在仍然处于活跃水平 今个月上旬的检测阳性比率超过过去半年的水平 而同期每星期录得超过50宗严重同死亡个案 较年初的30仲告 连接彩虹到游堂的东九龙集体运输系统 仍然未定出最终走线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涵盖慈云山半身 池云山居民多年来都要求有铁路服务 早年兴建沙中线的时候已经争取设池云山站 但最终否决 几位立法会议员联同运输及物流局 铁路拓展处的官员到池云山实地考察 建议以高价接运由鑽石山站上山 沿府山道、池云山道和沙田亚道 连接港帖黄大仙站 预料可以服务大约10万人口 每一天我们上池云山的街坊 晚上下班的时候 是在隔离的沙田亚道的交通交流处排队 每一天排队都是排到黄大仙地铁站 如果集体高价的技术 其实是不单止便宜 爬坡能力高 而且它的佔的空间又小 这个正正合我们整个池云山半山区 政府已经决定兴建东九龙集体运输系统 连接港铁彩虹站、彩云、深奥平、保特等半山地区 新延至马油堂 以港铁油堂站为终点 假如要新延上池云山 会不会延长整体建造时间呢 这一刻政府的方案是由彩虹东去到油堂 大家都不想拖延那里的时间 但是如果在系统上能够留到一个空间 将来做接驳 又或者是就算另一条独立新线都好 都希望在今次的 比如意向消息的一个发出的时候 都能够涵盖到 至于工程确实造价 暂时未有估算 他们希望当局能够维持 2026年推出详细设计和招标 2027年施工的目标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加沙索紧张局势持续 乙军一旦攻入拉法 可能会触发大批难民涌入埃及 联合国难民处警告 埃及未准备好应对 有机会出现严重的人道灾难 钟卓希在埃及了解过 为了逃离苏丹内战 10岁的Sikra成为了难民 来到埃及大概半年 最惯着的还在家 我希望做一个医生 用知识救我家乡的人 救我的国家 开落这家难民学校 200多个学生都是来自苏丹 年纪细世已经历生离死别 很多人仍然未走出心灵传伤 校长说不少学生 间中都会缺货 因为他们要出去赚钱 才不用挨饿 在埃及的难民 并不是住在难民营 或者是一些临时搭建出来的房屋 而是住在一些普通的民居 埃及政府希望能够帮助到难民 尽早融入社区 经历战乱的Jacob 去年由苏丹来到埃及 但他说要融入陌生的环境 并不容易 埃及生活成本高 一个人要养活12个子女和亲戚 压力很大 还面对的儿子被车撞到骨折 太太被人打斥 再被打伤 生命太厉害了 保护 也不足够 这状态令我住在埃及 但我并不喜欢住在埃及 加沙战事持续 以军随时攻入拉法 大批难民 或者会涌入伦国埃及 当地现在已经收容 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移民 联合国难民署担心 一旦拉法局势失控 将会造成人道灾难 他担心外界对于战争麻木 希望更多人关心难民的处境 无线电视机 扎中策熙 在埃及开乐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